Money No Longer 準備材料由 Oman Milk 統一布丁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的舌頭 這舌頭超大顆的 阿福卡豆有什麼營養價值嗎 有很好的油脂 還有很多維生素 吃好的油脂的話 可以增加一些飽足感啊 可以讓皮膚更光滑對不對 是的 而且我超喜歡吃阿福卡豆豆子 它超好吃的 尤其是阿福卡豆如果煎過的話 它就會有焦香味 可以加一些鹽巴跟胡椒 就很好吃 加布丁下去囉 喔這邊就直接加下去了喔 加下去啦 加下去一起打 這麼酷 我這個從來都沒有喝過 現在就把麵包下去囉 好 夠嗎 不曉得到打起來看看 可能不太夠 看你的量大概加到多少 其實跟阿福卡豆大小還有布丁也有關係 我買的是大布丁 因為那個甜味跟味道是要試才知道 所以先打打看才知道 沒問題 如何 蠻好喝的其實 你喝喝看 嗯 好喝耶 好像不需要再加了 嗯 噔噔 比我想像中的好喝耶 大家去長這樣 這一個大概是四杯的量 老樣子來裝飾一下好了 買一些希臘優格 放在上面就會有一種 它是奶油的感覺有沒有 就會覺得它很好喝 不好喝是不是 好啦不加了 我們加一點奇壓性 完成 這是有加優格的 這是沒有加優格的 看你喜歡哪一個 都可以喔 Greek yogurt的Virgin 我覺得蠻好喝的 它會有種酸酸的味道 嗯 你覺得很好喝 Have a good weekend Ciao 嗨 HAPPY SUNDAY 嗨 嗨 嗨 今天Sean要來分享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替代牛奶的 這些牛奶不同的分別 由於現在大家喝牛奶 就是越來越多人過敏 所以市面上很多這種Almond Milk 跟一些豆漿 或是O milk出現 喝牛奶 之所以會過敏 是因為牛奶本來就是給小孩子喝的 那小孩子是純羊織體 所以能夠消化牛奶裡面所有的營養 那人漸漸長大 陽氣比較越弱 所以就沒有辦法消化裡面的營養 就有很多這種替代牛奶的東西產生 那其實他們基本上 大同小意思是說他們都是替代品 那其實他們就有一些細微的區別 比如說豆漿的蛋白質最高 但是豆漿是用黃豆做的 很多人如果想要用它來代替蛋白質的話 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男生 你要在運動的話 裡面黃豆有很多的磁激素 所以可能會有影響 那Almond Milk它主要是有很高的維生素E 它裡面油脂很多 就是所謂的油脂 好的油脂 那它裡面蛋白質其實並不多 那它裡面其他的維生素還有一些 Micronutrients也是很豐富 那Almond Milk就比較介於兩個中間 它好像有一些蛋白質 但是又沒有豆漿這麼多 但是它也是有很多很好的油脂 可以供大家食用 但其實最重要的選擇 我個人認為是 如果喝牛奶是為了營養 其實這些不能完全替代牛奶 因為他們的牛奶跟營養不一樣 但他們可以變成一個健康的飲料來使用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 以前用牛奶做的東西 你可以用Almond Milk代替 可能可以用豆漿代替 可能可以用Almond Milk代替 之類的 或是做餅乾的時候 也可以用Almond Milk代替 所以總體來說 它能夠代替的 就是一個口感上的感覺 那如果營養上的方面的話 它是不能完全代替牛奶的 要依照你個人的需求 像很多人是因為 Almond Milk的熱量很低 所以才會喝Almond Milk 可是其實Almond Milk它是 油脂的堅果嘛 所以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碳水化的物的攝取 反而會不會過多 對 然後上有說 因為我現在懷孕其實很難瘦下來 他覺得可能是 就是荷爾蒙的關係 嗯 懷孕不會荷爾蒙 對 其實很多懷孕後 就說瘦不下來這樣子 所以他有建議我說 豆漿 豆類 黃豆類先不要喝這麼多 試試看 所以還是要按照個人的需求 就是不要 就是因為覺得 什麼東西營養 攝取的比較多 現在也不確定說 到底是不是跟荷爾沒有關係 對 只是說 你當時磁激素過多的時候 就容易脂肪堆立在腹部跟大腿部 對 那如果說你是這樣的生性型的 你可能可以去猜它可能是因為 磁激素或是其他激素過多的關係 所以真的是因體質啦 也有很多人生完之後 就是也是瘦瘦了一下 就自然就瘦回來 很多人就是 懷孕後就是變成 身材可能就走樣很難瘦回來 MIRROR都有在聽 但是牛奶我們都不太喝 牛奶對陽氣不足的人 或是年紀比較長的人 或是過了teenager 反而他就會不舒服 而且會傷陽氣 會傷脾胃 因為你沒辦法消化 沒辦法消化的東西就變成垃圾 基本上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流氧 沒有第一次打 再來是比較多人的過敏原 對 這個東西就很酷 很多東西的過敏原 都是非常有營養的東西 花生很有營養 海鮮很有營養 牛奶還有營養 之所以它會成為很多人的過敏原 是因為 很有營養的東西 就是陰氣非常強的東西 我們叫陰 但是人的陽氣漸漸不足 沒有辦法化掉這個陰的東西 就變成說會出現一些過敏反應 對 真的了 好 爸爸要去買布丁了 爸爸要去買布丁了 快看你了 坐好喔 等一下去會受傷吧 坐起來安全